中華市環遊家一棟民體 四合早上發生火災 火災最東民地 小鳳教出動在二台小鳳車 正王唱救 京小林館經濟中出租 各兩名分別九回到十三回京 叫出來三百一 但是六回四人好四 當中沒了穿開 三百一唱救了後 有完三個不敵 中華市環遊家一棟民體 四合早起突然間起大會 火災燒得真厲害 小鳳對出動在二台小鳳車 正王唱救 雖然十分前火災就受到控制 但是一名六回南東 因為照外乎 小鳳英館救出的時候 已經沒有穿開 失去心跳 三王中華市都夠便宜 經過唱救有完三個不敵 六歲的小男生 很不信的 他就是歐卡這樣子 那另外有一個是九歲的男孩 他是大概四十percent的面積燒燙上 二度到三度的燙上 那因為有西路線唱上 已經插管 目前在家戶病房治療中 那另外一位是十三歲的小女生 他就是手部有大概一percent的燙傷 跟也是西路線唱傷 目前也是在家戶病房觀察 另外是爸爸 大概是四十歲的成性男子 他傷勢比較輕微 就是手部有一些輕微的燙傷 目前在急檢觀察是觀察中 夏宏就表示 當生處處一家六口大作會 當時當太太跟齋婦大學生 已經先出門到雜餐店工作 就像處處跟其他三名的小孩 又在休息 火已經發生了後 處處跟小孩先行走出來 但是最小的學生 太睡會長不幸翁生 最小的機會萬一也還要調查 大張新聞也會有中華彩虹不得